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目前已攀升至4.25亿 其中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高达1.5亿 占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的近三分之一 这一数据不禁让人感叹 糖尿病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而在中国尤为严重 血糖升高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危害 除了损害心脏和血管的健康之外 长期血糖升高还会影响肝脏和肾脏的健康 导致水纳株流、机体内分泌紊乱 这些并发症不仅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会增加社会医疗负担 细究糖尿病的诱因 饮食习惯不良、熬夜、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习惯 是导致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因素 所以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对于预防和治疗 每100克大蒜中含有4.5克的蛋白质和0.2克的脂肪 这些蛋白质和脂肪可以为人体提供一定的能量 矿物质元素每100克大蒜中含有39毫克钙 117毫克磷、1.2毫克铁等矿物质元素 这些元素能够为机体提供多种矿物质的支持 有助于维持机体各项生理功能 维生素C 每100颗大蒜中含有7毫克的维生素C 这种维生素有助于铁的吸收 还有助于抗氧化 大蒜素 大蒜中含有丰富的大蒜素 生吃可以减少体内病菌以及寄生虫的滋生 大蒜为什么很辣 大蒜的辣味主要来自其中含有的化合物 称为大蒜素Alicine 当大蒜切碎或咀嚼时 大蒜素会与另一个化合物称为酶 即大蒜酶Alanase相互作用 产生辣味和刺激性气味 大蒜素具有强烈的抗菌和抗真菌性质 并且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它也是大蒜被用于许多传统草药和食品的原因之一 然而 辣味和味道可能会因人而异 有些人对大蒜的辣味更敏感 而有些人可能感觉较为温和 此外 烹饪和加热大蒜会降低辣味 因为高温可以破坏大蒜酶和大蒜素 糖尿病的发物是大蒜 关于网上流传的糖尿病的发物是大蒜的说法 其实是一个有误的观念 有人认为大蒜是糖尿病的发物 主要是因为大蒜的辛辣口感与糖尿病患者饮食仪清淡的原则相悖 他们认为辛辣的食物不利于血液流通 可能会导致血糖聚集 然而 这种说法其实过于片面 实际上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适量食用大蒜并不会导致血糖升高 反而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蒜中的多种活性成分有助于提高胰岛素分泌 增加组织细胞中葡萄糖的使用 从而使血糖值逐渐稳定 此外 大蒜还有稀释血液浓度 维护心脑血管健康 降低血脂和血糖水平的作用 所以糖尿病患者每天食用一到二半大蒜是有益的 当然 任何食物的摄入都要适量 过量食用大蒜可能会对胃部产生刺激作用 甚至影响血糖的稳定 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控制大蒜的摄入量 不能一次性吃太多 医生 预防血糖升高 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糖醋食物 糖尿病患者需要少吃糖醋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中含有的糖分和醋 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 从而加重病情 糖尿病患者需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尤其是对于含有大量糖分和盐分的食物 糖醋食物往往含有大量的糖分和醋 这些成分可能会刺激血糖的升高 使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更加严重 此外 糖醋食物还可能加重患者的消化系统负担 导致胃肠道不是等问题 所以糖尿病患者应该尽量避免食用糖醋食物 包括糖醋排骨 糖醋里脊 糖醋菠萝等 蜜饯 大家肯定都对蜜饯不陌生 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 对于蜜饯的那份怀旧情感 深如秋水 这些蜜饯经过糖精的浸泡 有的还经过二次加工 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风味 满足着不同人的口味 然而蜜饯虽然美味 但它的含糖量却高的惊人 高达72%的含糖量 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可小觑 对于那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们来说 蜜饯更是不建议食用的 白稀饭 白稀饭是一种常见的食物 它通常是由米和水 经过长时间的煮沸后制成的 虽然白稀饭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但是它也含有大量的糖分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吃太多的白稀饭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 在经过长时间的煮沸后 米中的淀粉会被分解成糖分 从而增加了白稀饭的甜度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过多的糖分摄入会导致血糖升高 从而增加了患糖尿病的风险 其次 生糖指数是指食物在体内转化为糖分的速度和程度白 稀饭的生糖指数较高 这意味着它会在体内快速转化为糖分 导致血糖迅速升高 这对于控制血糖水平是不利的 瓜子 在各种零食中 瓜子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小吃 然而 瓜子中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 如果食用过多 不仅容易导致肥胖 还会使血糖升高 虽然瓜子中含有蛋白质 脂肪 纤维素等营养成分 其中脂肪含量较高 热量也相对较高 如果食用过多 会导致热量摄入过多 从而引发肥胖 高血压 高血脂等问题 进而影响血糖水平 糖有常喝四种茶 有助于控制血糖 石榴茶 由石榴皮和石榴液制作而成 富含各元素可以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量 达到降低血糖 血脂的作用 牛蚌茶 牛蚌茶含有水溶性纤维素和菊糖的含量很高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抑制胆固醇的肝肠循环 增加对胆汁酸的吸收 促进胆固醇和胆炎的排泄 减少对脂肪的吸收 有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 桑橘子茶 由桑腎子菊花和枸杞一起冲泡而成 可以养阴清热 可用于糖尿病患肝肾阴虚者 改善木炫、口肝、木肝、腰细酸软等症状 黄玉茶 由黄芪和鲜玉米须一起煮沸而成 可以降低血糖、沥水溢气 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饮用 糖尿病有治愈的可能吗? 糖尿病一般是不能治愈的 但可以通过饮食控制 运动控制、药物治疗等方法将血糖控制好 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情况 如果患有二型糖尿病并且伴有肥胖 通过运动是比较好的控制的 运动能够减轻胰岛素的抵抗能力 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控制血糖 糖尿病患者通过服用药物治疗是最主要的方法 通过合理的使用药物 可以把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